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 今天要帶給大家的是我的Fishing Planet的第四個升等教學 加拿大的Alberta,它的White Moose Lake 相信大家從四等如果你follow我的教學的話 那應該是從四等開始,很多時候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使用甲爾 引入到現在的26等,想必應該是累了吧 那我們現在從開始,從26等開始到滿等 這樣我們來重新溫習如何垂吊 當然啦,這個部分也是選擇性的啦 因為紐約實在是一個滿好賺的地方,經驗也不錯 你可以選擇繼續待在紐約,一路待到30等,然後再去Michigan 或者是你也可以換個湖到這裡來 然後用另外一種吊法,從26等開始練,練等練到30等 或是34等,再去Michigan 那...對 但是呢,我個人強烈的建議大家 最好是26等的時候來這裡吊Northern Pike 為什麼? 因為Northern Pike的經驗多,雨也大,錢也比較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成果 我今天特別在這個畫面的原因是因為預先先吊了 然後先示範給大家看,大家可以賺多少 首先這是我的箱子 這是我們今天的setup,等一下我會解釋要怎麼樣配 那...在這個級別你會使用到一個70公斤的魚網 總重量可以裝到70公斤的魚網 但是放心啦,它可以裝的所有東西的重量 絕對是比這邊所有每一種魚都還要來得重 但是最終這邊到7公斤不到,它還是裝得下的 主要就是要釣到Northern Pike 那你可以看到Northern Pike它的錢 一隻1.7公斤的Northern Pike給你300元錢 大約是150塊到200塊的錢 對,你可以這樣想像 那如果你釣到,因為它這邊有獎盃的 Trophy的情況之下呢,是 你可以發現它這邊是6公斤嘛 然後給了你1000多塊,也是1比2的情況 好的,那...妙杜杜說 所以你重點是你在70公斤滿載的情況之下 你大約賺了12000塊錢 那...我們來看看票多少錢 那...我們來看看票多少錢 票是4000塊喔 然後我記得旅行給阿算 我們等一下再算這些事情吧 那我們來看看這邊有哪些魚 這邊有一些鮭魚 然後主要就是這個 我們要釣的是Northern Pike Northern Pike這種東西 它不適合使用賈爾來釣 為什麼?因為它是一種... 它是一些掠食者 它這種掠食者,它是比較小心的掠食者 它會習慣先去碰觸那個耳 然後碰一碰之後 過好一陣子它才會咬 所以說這種...像這種習性的掠食者 或是這種形式的那個魚呢 你必須要用耳 你必須要用火耳放在那邊 讓它去慢慢咬 然後再把它拉起來 是要這樣子做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用Flow Fishing才行 那我們先從... 怎麼樣釣魚開始 我們就直接進魚場 好,那今天的魚場在這裡 剛也看到它就只有一個地方 所以你一進來就會在這個碼頭這邊 你要一路往右邊走 走到差不多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看到這邊有一顆石頭 這邊有立刻是兩個河在一起的時候 差不多在這邊附近 好的,那我們先快進時間到下午的... 那說...18點好了 好的 我們快進到這個時間點是峰值的地方 我覺得比較好釣 比較好做示範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樹木 這邊有一顆白色的樹木 你要丟的地方是在這兩個東西之間 它這邊有一條斜的斜線 它就是要丟在這一條線之後 你要比它還要後面 然後一定要比它前面 就是廢話 你的線也到不了那邊 那怎麼樣丟呢 就丟到差不多這個地方好了 丟過去大約是40公尺左右 深度呢用80 魚耳用Shine呢 呃...深度用80公分喔 鉤子用40號鉤 耳呢用Shine 耳用Shine 小魚片 這個... 我不是很確定中文名字叫什麼 反正就是Shine 那我等一下跟你講的裝備要怎麼樣配 好 那...丟... 就差不多丟40公尺左右 就像這樣子丟過去 它就會丟在那邊 40幾公尺...45公尺 好 差不多在這樣子的地方 就...慢慢在等 Flow Fishing的好處呢 就是你丟過去之後 你手就可以先離開 然後就等待它的那個通知說 欸... 你魚已經在搖耳了 準備要來拉耳 非常的簡單 就是去等 然後在這個同時 就像這樣子 嗶了一聲 然後就可以準備拉 在這個同時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影片 或是看一下其他東西 等到聽到剛剛那聲嗶 再回來 看...這個東西 好 像這樣子魚就上鉤了 就可以拉它 然後...依照我現在這個setup呢 你的經驗值不會被扣太多 但是還是會被扣 只是有些地方 因為它的魚大小不均 所以有些地方 有些時候會被扣 有些地方不會 但是...基本上可以保證說 不管是... 獎盃的那個... 獎盃的... Northern Pike 你還是拉它起來的 那如果你碰到其他魚 那種更大 力量更強的人 比如說獨特 Unique的Leg Troll 胡尊魚 那我就... 沒有辦法 你還是要切線 那這個... 現在我教學的這種方法 是不使用船的方法 那如果用船也是可以的 船就開到剛剛那個地方 有船的話就直接開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丟很近的耳 然後直接拉 建議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建議大家 這麼早買船 我建議大家到滿等的時候再買船 你可以發現 2.877公斤 然後直接讓你一隻魚就賺了500塊 這個是為什麼你要這樣 為什麼你要... 我會強烈建議你在這邊 因為... 網子滿的速度很快 魚比較重 單條魚的錢也比扭越來的多 你扭越的一隻魚大概就是200塊左右 這邊一隻魚500塊 相當於... 你釣到這邊釣一隻 紐約可以釣兩隻 紐約要釣兩隻 但是紐約會不會再兩次cast就釣到兩隻呢? 不一定 所以才會建議說你來這邊釣 另外也可以練習flow fishing 因為... 之後我們要去的是Michigan 而且它這邊有些時候 像這邊... 你可以釣到獎盃魚 獎盃魚的時候一隻1000塊 你在Michigan的時候呢 一隻獎盃魚可以上快2000塊 所以說... 非常划算的 釣洪Pike 是非常划算的一個... 角葉 好的! 那... 基本上就是... 在這個地方釣 那如果你問說 我想要釣一條看其他魚 可不可以 有 也可以 那一樣是用shiners來釣 然後要釣的魚呢 種類就是Atlantic Summon 雖然他沒有血 但是Atlantic Summon也是會吃那個shiners的 那 呃 如果你覺得 不是很確定的話 你也可以用Large Minos 或Small Minos 他應該是吃Large Minos跟Snow Minos 所以你可以用Large Minos來釣 方法一樣 方法一樣 只是你要站的地方不同 結果這次就要站在港口上 Atlantic Summon他的位置跟Northern Pike的位置不太一樣 那你就要丟到這邊來 你要往這邊 你們看到這邊有個藍色紅色的點 這兩個紅色的小屋 中間的地方 大約一樣丟差不多四五十公尺的長度 就這樣丟出去 然後等 然後他就會慢慢地搖 最後一天他會上鉤 但是這個魚上鉤的速度比Northern Pike還要慢 所以建議各位釣Northern Pike 另外就是還有加爾釣法 但是加爾釣法通常是不建議飛滿燈用加爾釣法 因為這個地方加爾釣不是這麼的好釣 要需要加爾也比較重 所以建議大家是滿等的時候拿著滿等桿 滿等捲線器滿等線 在這邊玩加爾釣 加爾的釣法 這樣子 你可以發現這個上鉤速度比Northern Pike還來得慢 所以說我在這邊我是不建議去釣 那個Atlantic Summon 他賺的並沒有比較多 他錢沒有給的比Northern Pike還得多 但是經驗給的比Northern Pike還得多 可是你也看得到他的上鉤速度是比較慢的 所以如果你釣Northern Pike的話是比較快的 我在這個地方釣到70公斤 也是你們的網子滿的時候 我總共只花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也就是剛好可以趕到下一個CD的時間 然後就可以再跳下一個階段了 好的 那簡單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我就 Fishing Planning有點倒掉 簡單介紹就到這邊 那我就 直接跳到裝備的地方 我們要弄掉任何東西 好的 那我們就跳到裝備的地方 我們就離開這裡 好的 那首先呢 旅行費用是8000塊 再來是執照費用 你剛剛也看到的是4000塊 所以說你按照剛剛那樣子的 的掉法 你掉滿70公斤的時候 你會掉到12000塊錢左右 也就是一次 一天性就把這個打平了 這個時間你大約要花到一個小時左右 那 我會建議各位直接就從5點 早上5點鐘就直接開始掉了 不需要選任何時間 每次就是早上5點鐘開的掉 把網子填滿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 所以你一天就可以把它打平 第二天開始就是純粹的收益 你一天大約可以賺1萬塊左右 因為你的一天住宿費是1000塊 所以你這個成本要扣掉 你一天至少可以賺到1萬塊左右 所以你可以也是蠻好賺的 那你要買些什麼東西呢 在這裡呢 你就不能用Spinning Setup 你就要用Match Setup 剛好在26等的時候呢 你會有一個很好的一根桿子 Phoenix 450 這個450公分的桿子 Line Weight可以到達10公斤 2.5到10公斤這麼長 這隻桿子9000塊錢 很好用的一隻桿 你可以到Michigan還是可以用這隻桿 非常好用 再來你需要什麼呢 你需要Spinning Reels 那Spinning Reels的部分呢 我用的Spinning Reels是 我剛剛用的那隻是這個 Aspiria ML2500 就是各位在上一篇的時候 各位看到我們在Florida用的那個旋線器 線呢也跟Florida用的時候是一樣 是Mono的 是Mono的0.3 5.4公斤張力的這條線 基本上跟Florida的推置也是一樣 只是換了一個吊桿而已 所以你可以節省錢就換這個 那如果你想要暴力拉魚 就是不管任何一種魚都拉起來 那你要怎麼配呢 這時候你就需要配的是Fatboy Spin 5000 再來26等這個捲線器 重量最大張力到8.0公斤 那線的話呢 你要配的線則是 我們一樣跳到26等去看看有什麼線 要不是Florida的0.35 要不然就是Braid的0.22 要不然就是Mono的0.35 這就要看條件 你看到這三個東西的張力是不一樣的 Braid的最強 它的線也最細 它可以拋最遠 但是在這裡 千萬我是建議不要用Braid的0.22 為什麼 因為這裡呢 它有一隻魚叫做Nake Trout 無尊魚 無尊魚的眼睛很好 而且它給的錢不錯 無尊魚的眼睛很好 它會看到線 如果你用的線是容易被發現的線的話 像Braid的這種線就容易被看到 那它就不會來咬你的耳 你就會少了一種魚的機會 無尊魚會吃Shines 偶爾你會掉到胡尊魚 有機會你會掉到Unique 那 Mono0.35跟Floro0.35 因為這兩條粗度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能泡的距離是一樣的 在選擇性的時候呢 你就要選擇力量比較強的那一個 所以是Mono0.35 它的Test到7.2公斤 在這地方要選擇Mono0.35 那Floro這條線 Time線呢 只有6.8公斤 所以很可惜 就要選擇Mono 擔心線會比較好 那網子呢 網子是最重要的 網子的話呢 26等剛好有一個網子 就是為什麼26等換骨 終於可以進入FishFord XS 這個堡壘的網子 然後接下來 下一個要買的網子是FishFord L 這兩個網子有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它一口氣增加50公斤的重量 在中間這個增加的量都不是很划算的 但是你要花的錢就很多 你可以看到這個錢很可觀 所以你要買下一個階段要買的是FishFord L 這個網子 你可以在三四等的時候去Michigan 你也可以在三四等的時候去Michigan 我個人是在三四等的時候去 但是我同時也會建議 所以三十或三四去 並不會太大 並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唯一最大的差別是 你可能在三四等的時候 你必須要出去外面再買一個網子 就這樣子而已 的差別 差別並不大 那去Michigan的時候呢 你就需要另外一個 另外一組裝 那我們在下一集的影片會說 好 那另外你還需要的東西 像是 你可能會需要包包 跟那個袋子 你可能會需要一個比較大的衣服 因為你要裝一些像是 鉤子之類的東西 那這東西就是見人見智 有些人會買 有些人不喜歡 那 好的 再來就是Bait 在這裡呢 我們要用的這個耳呢 叫做Shinus Shinus在這邊是650塊 可是你在 我剛剛忘記秀給你看那個shop 你在 White Moose Lake那邊買耳的時候 Shinus剛好是最便宜的價格 只有500多塊錢而已 所以強烈建議不要在外面買 然後你要去Michigan之前 記得在那邊 把Shinus買到寶 再去Michigan 再離開那裡 再去Michigan 所以這個Shinus 注意 很好的用的一個耳 然後再來就是 你需要一些Bubbles 使用的這個符球呢 是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個在Michigan會用到 這個在這裡會用到 這兩個基本上沒什麼差別 你想用哪個就用哪個 選一個買就可以了 再來是鉤子 鉤子的話呢 在這裡你會用到40號鉤 在這裡你要用的鉤子是40號鉤 你用50號鉤也是可以的 到Michigan你會用到60號鉤 基本上這三個鉤子是最常用的鉤子 因為大小失蹤 因為大小失蹤 端看你想要釣多大的魚 好的 所以說你到現在為止 你花的錢 花最多的錢 如果再假設你不買那隻 那隻捲線機的情況之下 你花的錢就是9000塊 這樣子 所以你總共還有一個成本就是9000塊 還有一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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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45塊錢 我算18000塊 總共你花了接近3萬塊 所以你要再去這裡之前 至少身上要有4萬塊的現金 所以在紐約或是在佛羅里達 先賺到4萬塊以上 甚至最好賺到5萬塊以上 甚至最好賺到5萬塊以上 再去加拿大的LBETA賺錢 我是建議5萬 比較好 好的 那 裝備的方式呢 你把捲線機跟線裝上去 線有多少裝多少 那狗子放上去之後 這個bubble放上去 然後放shiness在這邊 深度80公分 cast的地方 就如同我一開始所說明的地方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在Michigan呢 你可以用Fateboy5000 或是用Fateboy6000都可以 看你的喜歡 那我通常是建議6000 因為力量到9公斤 因為力量到9公斤 好的 那 基本上 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稍微短一點 但是我相信我應該解釋了 絕大部分的東西 如果我還有任何東西 遺忘掉的話呢 我會在下一部影片再提出來 那 祝大家 掉到大雨 在這個地方 很好賺 多賺一點 去密去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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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賺到至少 接近快10萬到20萬之間 這是做得到的 我從26等到30等之間 我賺了 我最後出來之前 我大概賺了十幾萬 至少是 淨利潤是 10到20萬之間 這個數字 這是辦得到的 建議大家 好好把握 很好賺 很好賺 很好釣 很輕鬆 就可以賺到錢 因為是Floatfish 那 記得不要忘記 出來吃錢 去密去坑之前 一定要先買Shanas 買很多 越多越好 像我之前是直接買1000個 到現在還沒用完 也不是啦 我帶密去坑的時候 其實已經用完一輪 我後來帶密去坑 我後來在外面的超市 再買了1000個 好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 阿對不要忘記 當你在那個湖裡面的時候 千萬不要按Leave 當你不想離開的話 你不想花那個旅費的話 按Quit就好了 這樣就只需要花每天 1000塊錢的出租費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祝大家 各位釣了大魚 掰掰啦